我想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來看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我們在9月29號 也就是星期四就要實施的一些新的措施 那其中有一項是這個取消拖曳篩檢 那取消拖曳篩檢之後這個動線可能會有一點改變 那我們來看一下因應的狀況 那麼另外一個部分就是 預計在10月13號要實施的這個0加7相關配套措施 那這個改變就比較大 那牽涉到的動線的改變就比較多 所以我們先來看一看 那看看的這個規劃是不是有適當 那當然我這邊要深謝謝這個 這個陳遠伯陳次長 交通部這邊同仁非常努力 那還有陶器公司范總經理這邊都很努力的在規劃 那無非就是希望說真的實施的時候 那機場的這個秩序都能保持很好 那大家都能夠順利通關 在合理的等待的時間之內 那至於說說到這個所謂的14日期 那目前我們還是照之前的規劃 那先觀察到這個禮拜四 再做這個相關的決定 那想問一下說 如果我們入境人數開放一週到15萬 等於我們快篩季 一週這樣發下來要花上6千萬 那我們發放快篩的偵測 有沒有設定相關的偵測 我想這個是現階段配合現階段的作業 因為我們0加7的自主防疫裡面有說到 那這個你要外出 在這個七天的自主管理期間 你要外出需要有兩天 有兩天之內的這個陰性的這個快篩的結果 那所以說我們就是因應這樣子 那就準備了四季的快篩 那這個當然未來當然還是有可能會調整 隨著這個時間過去或者疫情的變化 我們還會做調整 那這裡我也要說 當然這個金額用這樣子算 當然是比較多一點 可是事實上我們用快篩 比這個用唾液PCR的成本 那少了非常的多 那這個 在這裏面上會有數字